好 接下来再来看到这个案情 的确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在高中市的子官区 一个私人停车场 在今天凌晨发生了大火了 这把火来得非常突然 那么在清理火场时候发现 有一名男子沉湿在火场里 身上有多处的刀伤 而且呢 在旁边还有四把斧头 一把水果刀 附近民众不少人募集 死者在案发就多次进出停车场 还拿汽油泼洒纵火甚至自残 子官初步认定应该是自残 但是为什么手法会这么激烈呢 整个案情疑点重重 子官这处私人停车场 凌晨两点都被大火吞噬 烧得火红 连续爆炸声惊动附近民众 有爆一声的时候就点燃 他就听你砰 他走起来 走起来就已经倒两台 停车场起了无名火 一开始就让人觉得不寻常 不少人募集 一名四五十岁的陌生男子 频频进出 一阵打两台一小而已 一个人站在那里 这两三是美姻的头状 我看他就一个人 就是很自然的走进来 走两趟 第一趟手上拿很多东西 然后躲在这边 大火蔓延开来 陌生男子却凭空消失 现场还发现了四把斧头 和一把刀更令人起疑 陌生男子到底在哪里 经过火场清查 他沉失在停车场防火项的通道前 已经弃绝多时 腹部和脖子有多处刀伤 现场所遗留的斧头 四把斧头 另外还有一个水果刀 那水果刀我们从目视 可以看得出有血迹的部分 监视器拍到男子纵火前 第一次拿汽油进入 第二次手上又拿了一堆的报纸 来回停车场三四趟 疑似自残之后纵火自焚 停车场内 十九部车和两部机车被烧毁 其中一人孙孙妹家 停了五部车就有三部遭殃 损失好几百万 死者似乎不是本地人 身份还在调查 也令人想不透 为何用如此激烈的手段 结束生命 记者林志慧 赖维佐刘文发 高雄报导